来来来大家看一下此时前方的红绿灯左转是红灯 但是我前方的这辆车开启了这个左转向灯 准备在这个位置掉头 他想干什么 难道他想闯红灯吗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 那你就错了 很多新人朋友他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前方是左转红灯 也是可以在这个位置掉头的 因为大家注意看 前方的这个分割线 我们车的这一车是虚线 所以就算前方是红灯 我们只要做到你让直行的车 也是可以在这个位置掉头的 这是很多失忆朋友不知道的 当我们转过来之后 尽量是走第二车道或者是第三车道 再来看看这个路口 也是很多的新手朋友容易走错的一个点 来大家看一下 此时我们看一下公交车的后面有一个标识 什么标识 有一个左转的一个标识 也就是说左转车道 它不一定是在最左侧 它有可能在最右边 也有可能在中间 但是如果要掉头的话 我们一定要在最左边的车道 或者是说地面有一个明显的掉头标识 你比如这条车道 那么它就只能够左转 就不能够掉头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特别是在有这些路口 只有地面有一个左转标识 没有明显的掉头标识 很多朋友就不知道分不清楚 这个路口到底是能掉头呢还是不能掉头 特别是走在这样的左转车道 最左边的车道 大家看一下我的左前方 没有掉头标识 只有地面有一个左转标识 像这只路口也是可以掉头的 只要我们越过斑马线 记住一定要越过斑马线掉头 很多朋友总以为我没有越过斑马线 也没有被扣分发款 但是我们在考驾驶证的时候明显就说了 一定要掉头的时候一定要越过斑马线掉头 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千万别等自己吃亏了 才知道要越过斑马线掉头的一个重要性 大家看一下我前面的这两车 它是不是越过了斑马线才掉头 所以并不是说别人不这样子做 只是说你自己不懂或者是自己不知道 你平时你们那个地方没有被拍照 没有被扣分 只能是说你们当地可能交通不严格 一旦你去到大城市 遇到没有越过斑马线掉头 怎么被扣分的 怎么被拍照的都不知道 或者是说你跟别的车发生瓜葬了 还是你的全责的话 那是比较尴尬的对不对 来再来看一个点 大家看一下 此时前方的这个公交车前面就有个人行通道 那么此时我们一定要提前减速 这个位置不是说我们不敢超车 而是要提前预防鬼探图 这也是很多的司机朋友不知道 只要是遇到大货车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超车了再说 你这种大货车前面你是根本看不到的 特别是在这种路口有人行通道的地方 万一穿出这个行人或者是飞机动车 那你刹车是根本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在经过人行通道 或者是说公交车竟站的位置死 千万避免去超车它 其他地方的话我们该超就超 再来看看这个路口 地面虽然是有一个左转车道 跟一个直行车道最左边 但是我们的左前方有一个静止掉头 还有一个时间限制 所以左转超道能不能掉头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地面的标志标牌 以及我们左前方的这个标志标牌 那么只要根据红流灯的判别的话 能不能掉头 那就一目了然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